这是宛容的卧室了 后期宛容也不受溥仪的喜欢了嘛 所以宛容也比较郁闷 他就染上了毒瘾了 你看床上呢有那个吸毒的工具啊 据说是因为这个时期 宛容和侍卫好上了 而且还生下一个孩子 那溥仪头上顶着领绿帽 他肯定是非常的生气啊 就把这孩子扔在火炉里烧死了 然后宛容呢特别伤心 就染上毒品了 再看一下文秀的房间 文秀是末代皇妃 他比宛容入宫时间早一天 当时是被分为了淑妃 文秀后期呢也是不受溥仪待见 被冷落了 因为当时溥仪想投靠日本人 文秀就劝他不要投靠日本人 所以被溥仪反感嘛 我还没想四个地方 谢谢大家